去年到現在 我們央行打炒房的動作不斷 當然了 佩珍說 這個是還不錯 但我擔心的是這個 佩珍請上來了 透過了佩珍 台經院的專家 一段時間 一個月來一次 幫大家掌握防治 半導體 很不錯 這張資料 至少國內防治景氣看法是樂觀的 但佩珍說小心上檔有壓 這個壓會不會來自於這裡呢 請看 因為央行計劃要緊縮 如果有第二套房 比如說 佩珍姐有第二間房子的話 糟糕了 第二套房 貸款程序貸不下來 還有 土營緊急針對 拿土地去借錢貸款 拿建物去借錢貸款這些的建案 停接了 土營這種建案 這個融資貸款是最多的喔 所以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讓上檔有壓壓 對 我們看來目前呢 國內的一個房市呢 還是處於樂觀 也就是說這個多頭的一個態勢 其實不太容易會遭到扭轉的一個態勢 那但是在小心就是上檔 我們還是有一些壓力的 好 來看一下至少景氣是樂觀的 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台晶業呢 每個月對於景氣所做的一個判斷的指標 那這是營建業的營業氣候測驗點 那我們看到橫軸的部分呢 它代表的是廠商呢 對現況的一些判斷 那當然越往右邊的話 它的一個看法其實是趨向以好轉 所以現況如果是樂觀的 這邊是正號加分 這邊是扣分 是 那如果在這個縱向的部分呢 它代表的是廠商對於未來的一個預期 那越往上方的話 就是看法是樂區與樂觀 那越往下方就是樂區與悲觀 那我們就可以劃分為四個象限 分別是看法樂觀 信心下滑 那麼以及在這邊的一個看法悲觀 跟信心的一個回升 那我們可以看到 從二零二零年的第二季 那麼已經連續八季呢 都已經處於在這個持續看法樂觀的一個象限當中 連八季喔 是 那就是兩年耶 一年四季耶 對 兩年都在這個區域 是 到今年的一個第一季 我們研判還是會持續的處於在看法樂觀的一個象限 那最主要有利的一個因素 當然就是不外乎目前的一個資金 還是相當的一個充裕 包括了N1B 還是達到了二十四點五五兆元 那同時受險業者還可以投資在不動產 目前的一個這個水準 還是高達了八點六二兆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近期呢 當然惡物戰爭也使得全球的一個通膨 是比較在齊的 所以目前呢 包括了在央行或者是在主機總處 那甚至國發會 也都認為今年的國內的CPI 可能會從去年的1.96% 那麼提高到今年的2%以上 那當然投資的一個保值需求 台灣人又是最喜歡 就是在不動產的這一塊 CPI是消費者物價值數 簡稱通膨率 剛剛慶龍說的 今年會超過2 對 沒錯 所以這個其實對房市還是比較有利的 但是不利的部分我們也要相對的留意 因為我們看到第一季 它其實還是在這個看法樂觀 但是位置上會稍稍有一點點的一個往下 下彎 那最主要的一個原因當然 主要就是在政府的一個政策 它的一個打炒房的力道 是不斷的在進行升級 那同時我們看到俄物戰爭 對國內的一個經濟的影響 那透過像央行或者是國發會 夜經這個呼籲可能會下滑 0.3到0.4個百分點 所以這個也是間接的會影響到 這個國內的一個房市的表現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房市呢 是呈現一個多空的一個因素 來做一個拉鋸 所以短期之內 我們看到房價在價量上工的一個機會 其實是不大的 我們從今年的一到二月份 六都的建物買賣移轉建樹 比去年同期其實大概只有微幅成長0.2% 幾乎是一個持平的狀況 太少了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目前是一個拉鋸的一個狀況 整體來看大概只有成長0.多 但是如果你細拆第二頁 就不一樣了 有些可能住宅不動 可是商用不動產很漂亮 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 那住宅市場的話 因為去年的整體的一個交易量 大概是成長了6.74% 那另外在價格的部分 也都有這個上揚大概一成以上 那但是今年呢大概會有受到一些壓力 所以這個增幅大概沒有辦法 像去年來的這麼漂亮 不過在商用不動產 我們認為表現還是比較好的 那包括的是在商用不動產的一個投資買賣 還有在辦公室的一個租賃市場 甚至在工業地場表現都會相對的比較好 我們首先還是來回頭看一下 在這個住宅市場這一塊 那短期之內可能在景氣會遊樂轉溫 這個狀況會比較明顯 那最主要就是政府在調控政策 未來可能會進一步針對包括了新竹縣市 或者是台南市跟高雄市 這個交易比較過熱的部分 漲得比較多的 對來進行調控 那另外在豪宅的市場 其實表現也會受到抑制 也就是說豪宅市場呢 雖然有這個投資保值這一塊的一個題材 不過因為央行呢 在先前一波的一個調控政策 已經針對了豪宅市場的貸款的成數 已經降到了四成 而且沒有寬限期 所以多少會有一些壓抑的效果 貸款成數降到四成 就是如果我要買 這個都是上億的對不對 豪材都買上億的 如果要買一間是上億的話 你自備款要六千萬 然後只能貸四千萬了對不對 自備款六千萬哪有那麼多 不知道有錢人 好那我們看商用不動產的話 我們首先先來看科技產業 其實在這幾年 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 推升的一個角色 他在商用不動產的買賣 從前年的373億 推升到去年的683億 五年來總共一千九百四十億 可以說是創下了十年來的一個新高 那今年我們預計科技產業 那因為像是在半導體業這一塊 是不斷的一個加碼 或者是做一個產業的升級 那麼甚至在台商回台 在今年還會持續 所以今年科技產業或者是加上受險業 還有在建商的部分 都會持續的支撐在商用不動產的這一塊市場 那另外在土地的一個部分這一些政策 那當然因為目前央行已經針對的 土地的這個購地貸款 乘數上也已經降到了五成 而且必須要18個月開工 才有辦法再另外 在俄波在另外的這個一成的這一塊的一個貸款 就有時間內趕快開工這樣 對 那所以在這一塊的確會有比較緊縮它的一個金流 那供期的部分 因為今年其實比較屬於在這個所謂的選舉年 所以在各縣市政府也不敢釋出太多的一個土地 因為就比較會有炒作的一個嫌疑 所以在這一塊我們認為今年的土地的一個交易 大概會比較稍微萎縮 不過依舊還是有兩千五百到兩千八百億這樣的一個水準 那另外在辦公室的一個租賃市場 那目前的一個狀況呢 在今年依舊還是供給非常的短少 包括了只有在台北市的話 像是在這個陽性銀行的這個總部大樓 還有在遠東 這個像是遠雄的大巨蛋的這一塊 大概總金總的這個加總 大概是在一萬七千三百七十萬坪 那所以在這一塊的一個整個控制率 大概會從去年的七點四點三Percent 那降到到二點八Percent 這是今年的一個狀況 而且您知道有多缺嗎 辦公室商辦租賃市場 房子還在蓋 內棟還在蓋 我告訴你 有的都已經租光光了 等蓋好了 這個全部大家就已經都租進來了 所以預租的一個市場 現在也是非常熱的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在店面租賃的一個市場的一個行情 那因為今年我們可能在這個第二季 就會開始有一個邊境封鎖 這一塊的一個鬆綁 但是目前還是要看它的 我們的鬆綁的程度 以及就是說 整個觀光客來台的 它的一個成效狀況 那才有辦法研判 就是說目前的一個店面租賃市場 它是不是能夠從谷底 慢慢的一個走向回溫的態勢 對 現在這個店面 真的 你去看夜市 西門 丁天 還有那個忠孝東路 很多的店面在一樓 反而都是乘租乘租 那我要個答案就好了 如果以第二季 因為現在我們處在第二季了 進入第二季 會不會住宅市場 有稍微緩和停滯 商業不動產 反而是穩中繼續透牆 有可能 是嗎 佩真 謝謝您了 請回座 最喜歡佩真來了 總能夠把國內的房市 掌握得一清二楚了 開始觀察重點 從惠智節講起 今天本來陽明還蠻開心的 佩息20塊錢 因為股息質率超過15% 大家當然就捧場了 為什麼走低 只因為台華 把原來佈局的買的 陽明跟長榮賺到錢了 賣掉獲利入貸 所以將近4億樓 因此惠智節帶大家看了資料 也就是陽明呢 如果說 為什麼到最後會收黑 也許自己本身還有一個小擔心 因為不知道 2022的下半年 或明年2023 緊記好辦法像現在這樣 好的不得了嗎 如果沒辦法 我要多留一點點銀彈在身上 以備不使之需 這就是他自己本身的問題 長榮今天揍黑法說會 剛剛惠智節說的 我們當然希望他能夠配30塊 如果配息30塊 除以他今天的股價 今天的股價長榮 是158 如果一儲喔 叫做股息質地率喔 才會超過15% 是18囉 可是如果只有配20 或者是25塊的話 股息質地率跟陽明一樣 只有15 但可惜了 惠智節說 要長榮配到30塊 好像不太可能 大概只有配25塊 那我們就看看了 明天的長榮 就會跟大家說 因為今天法術會 就公佈到配多少了 如果配30塊靠近的話 才會是加分囉 總之呢 長榮陽明剛剛操作也掌握到了 我怕的是大盤了 大盤今天秀個半框 殺高價股 高價股殺成這樣 那麼多的敵廳板 這不是一般人所為 只證明了 逐利大戶 say bye bye了 出場囉 總覺得大盤的修正壓力 恐怕會加重 IC設計何嘗不是呢 因此K請看 惠智姐就說了 時間拉很長 這條的一年平均成本線 何等之重要 從這個2021或2020年 這條的年線喔 始終沒有破 沒想到2022的3月份 一破兩破破了兩次 代表一整年下來 買台股的人 股票的人多數是賠錢的 輕掉 看時間很短 現在怕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之前留的多方缺口 今天往下補掉了 而且這個多方缺口 今天再留一個 向下的空方缺口 不好意思這就是一個島 這個島 島狀反轉 是這麼個轉 往下的 因此呢 往前看了 我就問惠智姐說了 那麼前面的16162 有沒有可能會下策 他說不排除喔 所以呢 證交所才在剛剛對外信心喊話 要大家呢 要保持信心跟耐心 台股沒那麼差的 當然下一個重點 包括了 台積電聯電今天也中錯嘛 會不會跟集邦公布的這份之樂 既然代工如果就去年第四季的試占率來做掌握 台積電聯電的試占率 糟糕 全部都掉下來了 反而三星呢是上揚的 公布答案惠智姐給原因了 因為去年第四季喔 一來台積電跟聯電 在去年第三季出貨都出滿滿了喔 來到第四季 新的機種又還沒有接上 所以遇到了空窗期 那三星呢 為什麼在去年第四季呢 能夠試占率拉高 很簡單喔 人家去年底的時候 搶到了高通的 4奈米5奈米的晶片製造代工的訂單 但是呢 他的開心 今年2022的第一季就傷心了 因為高通發現到 我交給你的這一顆的 4 5奈米的晶片 沒想到Samsung 你怎麼製造代工的良率沒有那麼高 所以喔 這幾顆喔 又轉回到台積電轉單 我說的是2022 今年的第一季發生的喔 所以就怕空關洗衣場 台積電繼續加油囉 因此台積電跟聯電 剛問了惠子姐 台積電呢 如果買零股定期定額的方式 基本上方向是沒有錯的 再往下就是這一個了 這個剛剛台積電 存股方向買零股沒錯 但擔心了 如果現在融資 借錢買股票的是散戶 然後呢 增加這麼多 你買進去了 偏偏股價是下跌的 這個可是散戶買進來的 籌碼亂要避開喔 但是不用等心 因為呢 投信連29買了 最近五天投信買很多 約略買的價區就是在這了 因此呢 成本價在這 當然股價就比較會有支撐喔 所以您自己股票自己檢查 第二個重點就是剛剛慶榮說的 加薪超級開心 You're sorry 已經拉高了 但是呢 開心就那麼一瞬間 因為通貨膨脹實在太多了 通貨膨脹壓力太大 因為我們的薪資被加了2.91 減掉我的通貨 2.8左右 通貨吃掉新加薪 就是這個意思 實際上我只有加薪 百分之0.06 在有加跟沒加 不能怪老闆 要怪通貨膨脹壓力太大 因此呢 來看通膨概念股 不用懷疑 今年最佳主角就是通膨概念了 要找通膨概念股 不能亂挑喔 1. 殖利率超過6% 不能漲太多 本益比要偏低 15倍 剛剛好 然後呢 前兩個月的業績 要繼續成長喔 多數都是原物料的上游 包括這一些 南亞 中鋼 亞尼 台尼 統一時 分享一下 接下來呢 還有這個就是國內房式 佩生說 我們國內的房式還不錯 已經累積了兩年 處在看法樂觀的 這一個象限喔 現狀判斷樂觀 未來6個月的預期 也樂觀 才會落在這 但不是一直很好耶 你看今年的第一季喔 有一點點彎頭向下 到底為什麼呢 有答案 只因為呢 第一個 央行打炒房 現在呢 這個範圍之廣 而且呢 針對比較炒房的 或者是建商這些呢 打的又比較重 所以呢 住宅市場受到了影響 還有現在的賣方 又把價格給拉高了一些 這麼一拉高呢 買方還要找 我本來呢 一瓶大概40萬要買 現在找到55萬 我怎麼買呢 所以還在找一個 Balance平衡點 商要不動產就不相同了 商要不動產喔 現在呢 需求量很大 尤其呢 是在辦公室租賃市場 那棟還在蓋 房子還沒蓋好 全部租出去囉 可是呢 店面租賃就不一樣了 現在好多店面 控制率很高 只因為疫情 而且還沒有完全鬆綁跟解封 中國大陸香港的疫情 不是大局的增溫了嗎 所以陸股港股就在重挫這兒 不過我剛才問了佩珍了 如果以這個兩個市場來看 住宅市場呢 應該稍微有一點點停滯走平 商要不動產呢 還可以穩中透強 它的答案是 YES 沒錯的 總之呢 以上結論跟您在家分享了 進廣告 回到香港之後 時間都交給零終了 真讓人害怕呀 大盤你說怎麼辦 跌的加速比較多 高價股上IC設計 都是業績好的人氣指標 台幣有病到新低 每一個好的人說 台股沒有一塊好的 現在要怎麼辦 大盤難道就沒希望了嗎 這些類股三大類麻煩零終 教您如何應對進出